观众临终触拓齐桓公 千万不要用易牙树雕和开芳这三个人 这件事很快就有人报给易牙知道 易牙立刻找包叔牙来做是非 他对包叔牙说 管众之所以做商国 完全是你推荐的 现在管众就死了 他居然不念旧恩 对主公说你不是商国之才 要用集贫为商 我们都看不过眼为你抱不平 包叔牙就打断他的说话 你懂什么 这个就是我之所以敬重管众 推荐管众做商国的道理 观众忠心为国 不信私情 他最知道我的 如果要我来执管司法 赶扯所有坏人 那我足够有本事 这如果要我做商国 那你这三个人安置在哪里好 易牙本来想挑拨包叔牙 讨好包叔牙 谁知碰到一鼻灰 当堂面红二尺地走了 过了两天 管众的病情就更加沉重 齐桓公就和包叔牙 快点赶来探望管众 管众见到他们两个进来 灯大双眼 望了眼跟随了几十年的霸主 齐桓公 又望望生死之交包叔牙 想说话 这已经说不出声了 这下 伸了口气 就闭上双眼 这位是春秋时代 最有名的上国 这位为齐国的强大 建立这么大公分的管众 就与世长辞了 包叔牙博在管众殃床 放声痛哭 齐桓公 老雷中横 仰天长达 仓天啊 仓天 为什么带走了我的中腹 如今 我好着失去一箱手 这一箱手 如今 如今 齐桓公就下令 用最隆重的壮礼来下葬管众 封了管众儿子做大夫 将管众生前的封地 通通赏赐给他的子孙 由按照管仲的遗言 拜习憑为上国 谁知未到一个月 习憑就病死了 习憑死了 齐桓公就想拜包叔牙做盛相 包叔牙再三推辞 齐桓公对他说 如今朝中老臣相计病故 如果你不做 那叫寡人找谁来做 包叔牙无可奈何就答应了 但是他对齐桓公说 神的才能远远不如仲府 神的道量亦不如仲府 这些主公都知道 主公如果一定要神勉力而为 那就请主公立刻将易牙树雕开放 这三魂赶出朝廷 神才敢从命 有这三个人在书 神不能与他们共事一堂 这三个人的事 仲父临终都曾经触户过 那些人怎么不遵从 齐桓公就立刻下令 将易牙树雕三魂罢官赶出京城 以后不准入朝 包叔牙就接任管仲上国之位 管仲死了没奈 所以诸侯几国又来求救 移族入侵国势危险 齐桓公那时已经七十岁了 还勉为其难亲自挂帅 大令中原八国诸侯去救几国 还打了个大胜仗回来 不过那时齐国已经是强怒之末 已是因为包叔牙全部依照管仲 生前定落的政策 所以还能够维持住霸主的地位 至那时天下大势 和当初齐桓公 协天子令诸侯独霸中原的时候 就不同了 那时南方的楚国 西方的秦国和晋国 已经逐渐强大 势力甚至慢慢超过齐国 那时就开始进入一个群雄争霸的局面 现在又说回齐桓公 他将树雕易牙开芳三个赶走之后 吃饭又不开胃 吃什么菜都不合胃口 总想吃易牙做的菜 又想到树雕几十年都跟随自己 摸熟了脑气 说头醒美 现在换了人做随从 总是不合自己心水 没有了开芳 又没有人谈闲天 总是觉得无聊 故事整天闷闷不落 面上又没到笑容 富隐为基 就对齐桓公说 主公自从赶走了树雕几个之后 容颜潮睡 宫中又没有谁能够使得主公开心 主公为什么不照树雕三个回来呢 哎呀就说他这三个最合卦人的心意 只照他们回来又怕包叔牙不喜欢呢 车 包叔牙哦 难道他就没人服侍啊 主公年纪这么大咯 何苦自己找难来受呢 不如先照易牙来 然后先将树雕和开芳照回来 那不就行咯 齐桓公就听从了为基的说话 立刻照易牙回入宫 跟着就照上树雕 开芳回来 包叔牙知道之后 就立刻去找齐桓公对他说 主公忘记了仲父为賢 为什么又叫那三个人回来呢 哎呀这三个人 有益于寡人 无害于齐国 仲父敢说话 太过分了 齐桓公就绝之不听包叔牙的劝奸 无遵守管仲的遗言 又是重用这三个奸臣 包叔牙心中忧屈气愤 没耐力就死了 那时候树雕翼牙开芳三个 包叔牙一死三个就夹在一起 掌握齐国大权 转横拔户 犯是信从他 就升官发财 逆亲他 就不杀头就坐监 那坏人当权 有财色之事 就逐渐升散 齐桓公本来是个英明的君主 当年洪心壮志 洋洋都亲力亲为 不避奸身 南征北战 又能够任用言能 有管仲来做宰相 故此创立了一番霸业 成为春秋五霸之首 但是到了万年了 做了多年霸主 心满意足 意气消沉 追求按日不思进取 还要听起了阿尔奉承的说话 加上现身 良相都逐渐去世了 所以齐国的霸业 就开始衰落了 齐桓公的身体 逆逆天天衰努努 那时候 齐国有位很出名的医生 姓秦明焕 他住在齐国奴村的地方 所以有些人叫做奴医 据说这位名医 得到二人传授 精通医术 救过无数病人 古时在牵然皇帝 有个名医叫做扁琢 亦是非常有名的 他就去问 死了多久呢 那些侍从就说刚刚断气而已 扁卓就立刻入宫 求见骨 国君说可以把太子救回山 国君就说了 人死怎么会复生啊 既然这么说 那儘管试下吧 变成摸摸太子身上 还有一些热气 他用几支长针 在太子身上 刺一下刺一下 啊 无奈太子竟然 睁开一双眼 经过一番治理 太子就执了一条命 故此扁卓 文明天下 人人都说他有起死回生之术 那我激帼国君就十分感激他了 要封他做大官 这扁卓就怎么都不肯 他就继续周游天下 和人看病 救人无数 有一日 扁卓就去到齐国的郭都林芝 拜见齐桓公 见面一后 扁卓就对齐桓公说 主公面有病容 治下才行 要不然病会加心 什么 病容 寡人身体一向都好 任得食得 有什么病 齐桓公就没你扁卓 又过了五日 扁卓又见齐桓公 看了齐桓公眼之后又说 主公 主公病在血脉 要快点医 不要自知不利 齐桓公就想 我都没有请你来看病 必须你这么多事 又是没有你扁卓 又过了五日 扁卓又去见齐桓公 一见面就说 一见面就说 主公 病已经很重要 要立刻医 迟了就很难的了 这回齐桓公就生气他上来了 扁卓又连听都不听 扁卓又没办法 只好退潮出去 扁卓一走 齐桓公就对树雕说 那些医人的大夫 真是危言耸听 寡人都明明没有病 他偏要说有病 无非是想贪功的 又是过了五日 扁卓又来拜见齐桓公 一入门摸摸摸 齐桓公之后 半句说话都不说 立刻告辞扯了 那些徐松有点奇怪 就问他为什么不说话就走呢 扁卓又叹了口气 病从浅中医 前段时间我已经劝主公要医病了 谁知道他不在医 我五日来看他一次 每次见他病情都加深很多 我心急要他医 谁知道他一味不信 现在已经病入骨髓 上医也没办法了 我还有什么说话好说呢 又过了五日 齐桓公果然发病 立刻派人去找扁卓来 谁知道去到扁卓住的地方 只见人去楼空问旁边的人 说扁卓先生五日前 在皇宫出来以后 就收拾了行李走了 不知去了哪里了 齐桓公又十分后悔了 就已经迟了天下这么大 去哪里找扁卓回来啊 齐桓公的病呢 果然越来越厉害了 那齐桓公病了的消息一传出去呢 齐桓公中就引起了一场宫廷变乱来了 原来齐桓公呢 她夫人早死 没有子女 后来陆续娶了九位夫人 前后有十位夫人了 因为后来娶这九位夫人呢 都得到齐桓公宠爱的 所以一律当做夫人来对待 就叫做余夫人 就是说等于原配夫人来对待的了 先前娶那四位夫人就没有子女 后来那六位余夫人呢 每人生了个儿子嘛 那除了这十位夫人 和六个儿子之外 齐桓公还有大批基切 你基切生了一大批子女 这批夫人公子 平日就勾心斗国 争权夺利 各自拉帮结党 其中呢 最有势力的是五位公子 大儿子是公子 毛亏是位姬的儿子 那他母亲是罪得宠的 毛亏又投靠树雕和翼雅 所以最有势力的 公子超呢 最得齐桓公宠爱 齐桓公和管仲一起立公子超为细子 要他继承君位的 另一个儿子 公子潘 他和开芳最夹得买 亦有一大批死党 还有两个公子呢 就是公子袁和公子商人 这两位公子呢 各自拉着一帮党羽 哈哈 这五个儿子呢 就像齐桓公身边五只老虎一样 整日富士丹丹 等着父亲一死呢 就来抢国君之位 有一听闻齐桓公病危呢 五位公子更加紧张了 不停找人来打听动静 树丹和益牙呢 日夜在齐桓公身边就最知道的情况的 那天 树丹呢就听见名依扁卓 见到齐桓公以后一句话都不说就扯了 那他就甚至到齐桓公就快不行了 那树丹呢就立刻找益牙两个来商量了 要树公子无愧来接王位 那两个奸臣就想到一条计呢 立刻将公子无愧偷偷接入宫中 住在他母亲遗基那里 然后呢就假借用齐桓公的名义 出个告示 立在王宫门口 那个告示就说 华人如今有病 需要静养 怕吵杂人声 以后不论任何人等 一概不准入宫 派树丁把守宫门 逆牙带领护卫巡落 所有国家大事 等寡人病好以后再来启走 告示一出 逆牙树丁呢就说奉命 派从兵来守住王宫 不准其他公子入朝贪命 一年三日 一见到齐桓公都还没死 这两个奸臣呢 就将事后齐桓公的人 不问男女一概趕出皇宫 还将皇宫的大门来封锁 他这样还不放心啊 他怕有人偷偷走进来见齐桓公 这两个奸臣真是阴毒了 他起帮围墙 将齐桓公睡那个房子 窗口门口通通封死了 只剩下个好像狗出入的洞口 这么大的墙窿 这个墙窿呢 大人都不捐进来的 每天呢就找个身材 生得矮小的宫女 爬进去看齐桓公断了气味 又吊杂大军 布满皇宫附近 提防其他四位公子来抢国君之位 公子无愧和树雕翼衙三个人 日夜等齐桓公断气 可怜齐桓公一个人 孤零零睡在床上 那房门窗都封得死了 黑沉沉日夜不睡 伸手不见午子 每日水没滴饮 饭没粒食 叫人没个影 睡在床上又不懂得动 不会落床 只好一日到黑眼光光望着屋顶 忽然间呢 有人轻轻推一推他 谁呀 我是主公的屁女 安娥啊 你来了 对了 我肚饿 想吃一口粥水 你马上拿来给我吧 主公呀 没粥呀 啊 那 那拿一口水来给我喝呀 水都没有呀 那 那为什麽呢 那为什麽呀 主公 易牙和树雕作乱 守实宫门 把这间房 连门口窗口都塞死了 不准人进来 哪里找到东西来给主公吃呀 齐桓公那时候才知道 哎呀 上了这三个奸臣的当了 齐桓公又问 那 那细子超在哪里呀 被那两个奸臣阻拦着 不准细子入宫见主公呀 那 那你是怎样进来的呀 奴婢人生得小粒 趁他们不在意 在长脚那个洞里爬进来的 奴婢受过主公恩德 故此不故生死入来见主公一面 齐桓公听到这样说 眼泪把声流下来 哎呀 我 我有这么多余夫人和姬妾 有这么多子女 现在没有一个人来为我送中 眼前就只有你一个人 看我啊看我 可惜我以前未曾好好来待你啊 说完之后 齐桓公大喊一声 哎 哎 倉桓天 那 倉桓天 我没有听众父的说话 用人不明 吴殉笑人 今天真是报应咯 说完之后 连吐都几口鲜血 眼娥就快点安慰他 主公 主公啊 你要保重啊 万一主公有什么不测 奴皮愿意一死来到送主公一程 齐桓公又望了眼我一眼 哎 多谢你了 猜不到小白 今天疑似下场啊 我死已有之 黄泉之下 没面目去见众父罗 说完之后 齐桓公用三袖遮着自己双眼 喊一口气 啊 啊 你为享年七十三岁 当了四十三年霸主的齐桓公 你为戚冊风云不可一世的人物 就是这样 与世长辞了 眼娥见齐桓公死了 同哭一场大声喊外面 离人啊 离人啊 谁知门窗都封到密了 喊极都没人应 眼娥就脱了一件衣 铺着齐桓公的尸首 跪下扣了个头说 主公 主公的文化不要走那么快 不如 等我来送你一程 说完就撞到齐桓公床角那里 当堂血流满地就死了 直到那晚 虚雕呢 又派个工女摸进来看齐桓公断了气味 入到黑妈妈 一踢就踢到眼娥的尸首 那个工女就嚇到整个扑在地上 哎呀 糟了糟了 糟了 糟了 主公葬柱死了 地下都是血啊 虚雕和易牙两个 就直到一叫做开墙墙进来看 见到地下睡着的那个 原来是管仲的士皮眼鹅 床上睡着的那个 不言不语无知无觉的齐桓公 已经呼呼哀哉 魂归天虎 断了气好耐落 天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